真的是一个奇迹 结果后来因为 因为普正熙对这个情报局局长 没有很重任 后来情报局局长 他自己又想政变 可是他的人数很少 他就把普正熙枪杀之后 然后也想要如法炮制 因为当年普正熙政变的时候 他就在里面嘛 主谋者之一嘛 那现在他想如法炮制 他也有他的班底 结果立刻就被 是谁啊 好像是卢泰宇吧还是谁 他也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军事将领 大概是中将 好像是中将还是上将吧 立刻发动陆军总司令 立刻发动部队把他们逮捕 逮捕了之后军事审判全部枪劫 很快速就解决了问题了 那如果普正熙当年被人家逮捕的话 那他也是枪劫 也就没有韩国后来发展 经济发展蓬勃发展 那我小的时候看到普正熙来台湾 哇觉得他很阴庭啊什么 其实他也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黑暗的部分 那都都都政治是黑暗的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弊病 从蒲正熙以后 每一任的韩国总统下台之后 都要锅铛入狱 都要受审 韩国的那个检查部门就对他们进行调查 那不是不是进入监狱 就是那个卢武炫跳悬崖自杀 都是都是非常之非常之悲催的 现在韩普正熙的女儿起来 用打背景牌 也选上总统之后 他当了总统之后 也是锅铛入狱了 他在当总统的时候 就是每天韩国大统领 你看他那满脸的表情 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的典型样子 那个思维不能集中 不像是一个领导者 不像以前蒲正熙那样子的音挺 那蒲正熙是一个以前在 在韦满洲国的 日本人统治东北的时候 韦满洲国那边有日本的军校 他在那个军官学校里面 受日本的训练 所以那个电影里面有强调说 蒲正熙用的全都是那些日系的 也就是受过日本训练的 我们以前小时候一直以为 韩国是对日本人非常仇视 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完全错误的 所以历史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像剥那个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剥开之后 然后经过你的年龄的增长 月历的增长之后 你再看历史你才能看到核心 这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既然讲到军事政变 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人 大家都知道二十大战的那个 那个德国人那个 就是纳粹 纳粹德国的那个领袖叫做希特勒 希特勒在一次大战的时候 他是一个士兵 一直到那个一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他不过是一个士官 士官不是军官 结果后来他怎么会在二十大战的时候 穿的军服样子很阴挺 领导的三军总司令 三军统帅 那怎么有这个能力呢 你的军事的那个素养也就到 就到士官而已 你上面还有那么多人 你下面的这些将领 怎么会服你呢 这个就是权力的运用 政治者 管理众人之士的唯妙之处 希特勒取得政权不是靠军服 不是靠他当过兵 他是靠什么 他是振兴了德国的经济 而且他非常会演讲 他是走的是政党的路线 他利用政党利用选举 然后 要这个改变了他的这个 他在在夺权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不是穿军服 他是穿西装的 然后他每天在黄昏的时候 他都放送他的 他讲的这些 当然我的奋斗 他曾经被关过嘛 写过我的奋斗 据说那个 在欧洲的那个 那个畅销的程度 仅次于圣经 这样的一号人物 那我虽然听不懂德文 但是我看他演讲的时候 那个鼻手画脚像一只猴子似的 我知道他一定很有 相当有说服力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 然后他后来他 他逐渐的掌权之后 成立了纳粹党之后 他是党魁嘛 那那个时候他去全国的 那个都全民皆兵的时候 那他恢复成那个第三帝国嘛 就神圣罗马帝国 原来是罗马帝国 然后在神圣罗马帝国 第三个就是他现在的德意志帝国 所以叫第三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 其实是酬庸性的 那个那所以说整个的那个 这个就是那个希特勒的那个 纳粹党的那些架构 全部都是在都是虚空的 如果你抽丝剥茧 但是在虚空当中 他他创造了经济奇迹 因为一次大战之后 各国的经济萧条 德国也是经济萧条 可是他在那个时候 所谓经济萧条是因为自销 他如何去促进这个经济活络 其实这才是我们要研究 希特勒的这个这个历史的 这个重点在这边 并不是说二十大战里面 农美尔将军跟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元帅 跟那个英国的那个什么元帅 两个人在沙漠之中 在那边斗法什么 那个那是小孩子看的 真正你要真正如果你要了解 这个政治 你要了解管理学的话 你要去看看希特勒 当时是怎么样子掌权的 以一个士官 最后他领导的那个 那我最近最后 最后我的一个小发现 我提醒各位注意看 德国人的二十大战上 军服非常漂亮 没有世界各国的军服里面 除了礼服大礼服 是有滚边的 就是一个一个袖口 或者是一个领子 或者是一个一个口袋 上衣口袋上面 它是滚边的 没有一个国家的那个军服 会这么细工的 但是德国的就有这样 那德国的军人 跟那个美国军人 站在一起 美国军人像个乞丐 因为他是趴在地下 扑扑前进 德国军人穿那个衣服 也可以扑扑前进 还有他的军官 穿马靴 其实穿马靴 在行动上面来讲 如果不骑马的话 其实很累赘 不如穿那个 穿那个钱筒的鞋子 那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军服 这就是他们当初的CIS 德国纳税他们的CIS 可是有一个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为希特勒本人 他是最高统领 领袖 希特勒本身刚讲过 伊斯大战结束之后 他只是一个士官 他只有一个黑十字勋章 剩下都没有 所以在二十大战上 你看那些旧的照片 历史的照片看看 所有的德国的那些高级将领 出现的时候 胸部前面都没有 扁了一大堆勋章 没有 所谓勋章就是支吏章 都没有 了不起就是这个 领子中间有一个黑十字勋章 再不就是有些人 还有什么战功的人 他挂一两颗 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敢挂 为什么 因为希特勒没有勋章 希特勒没有勋章 所以那些将领 不便把勋章挂出来 是不是德国那时候 就没有勋章呢 不是 德国跟各国在交战的时候 跟美国跟英国 跟法国交战的时候 空军把人家击落的时候 每击落一次 都应该有一些勋奖章给他 那些飞行员 什么战士 都应该有很多勋章可以挂 可是为什么没有呢 那高级将领 应该挂得更多了 一个上将 应该挂得满牌的嘛 俄国的那些将军 各个都挂得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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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看 像一个卖 卖那个卖 卖废铁的一个 一个摊子似的 可是为什么 二次大战 各位可以不妨去看一下 不管是电影 或者是那个 纪录片 纪录的那个 那当时的历史的影片 照片 德国的将领 很少挂出什么 那个 巡奖章 原因 我个人推测的原因就是因为希特勒本身没有 他当了将领之后 他随便可以自己造 就像蒋宗正 他可以给自己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一样 还有连张作霖 东北王庄作霖也可以穿元帅服 类似像艾森豪夹克似的 然后再来大受戴 实际上 他的政府里面根本还没有设置那些勋奖章的意义 勋奖章只在一个朝代有意义 可是那些事迹是一直都有意义的 因为他死了人 有大批的人上战场送死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黄袍加深 其实黄袍加深在这个时代也常常发生 比如说你在一个大企业里面突然老板暴毙了 或者是他没有小孩 那突然像这个群龙五祖 他太太或者他姨太太什么 都没有能力掌管这个公司的时候 那这个公司必须要推举出一个人来 那个人就要代替以前的老板来执行业务 来率领大家 否则大家就散掉了嘛 兔死 树倒胡生散嘛 那这个时候就是黄袍加深的时候 你跳槽到别的地方去 本来在这边你可能是一个小主管 可是你跳槽到那边去的时候 可能在那个公司里面当一个很高的主管 可能你就带了一大票人过去 这也是黄袍加深嘛 所以黄袍加深的机会比比皆是 只是看你有没有遇到 那历史上已经有这么多故事告诉我们了 郭威曾经黄袍加深 那再来赵匡敬曾经黄袍加深 之后就没有了 就这两个人历史上面 他们都是兵变的主 就是军事政变的专家 那其实要搞军事政变之前 没有什么黄袍加深 都是直接自己称帝 比如说夺权于孤儿寡母的 就是把这个把晋朝灭掉的那个人就是谁 就是那个隋朝 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把前朝也是孤儿寡母的状态之下 他领兵 他把他takeover取代了 那这个刚才讲的那个赵匡敬也是孤儿寡母 郭威也是在孤儿寡母手上 把那个权利 那个那个 这个取而代之 所以这些黄袍加深的故事 很值得大家仔细玩味 以上我都能跟各位分享 谢谢